新冠疫情造成觀光產業的嚴重衝擊 不過旅館的房價卻創下歷史新高 觀光局統計 去年全臺的觀光旅館 平均住用率是有四成八 是歷史上第四低 不過每一滿的平均房價 卻上漲到四千一百九十五塊錢 觀光局認為 這是因為原物料價格上漲 旅館月缺工 又因為民眾大部分是在假日的時候 才出遊 所以房價才會比較高 典雅的空間就像在家一樣溫馨舒適 而且客廳與臥室分隔不受打擾 這間位在台北市區的商務旅館 雙人套房官網 每晚要價六七千元 台北要找平價旅館不容易 其他縣市觀光旅館也不便宜 業者表示雖然國境解封但是海外觀光客還是無法補足旅宿業者的平日住房 只能靠國旅市場苦撐 不過多數民眾都感受到許多觀光旅館的價格偏高 業者表示旅館房價和土地租金成本早餐食材等物價 員工薪資稅金等等都息息相關 加上旅館業房務人力缺工嚴重 為了維持營收單價自然會提高 而根據觀光局最新統計 去年111年全台觀光旅館平均住用率不到五成為史上第四低 但客房每晚平均價格漲到四千一百九十五元 創下歷史新高 觀光局表示希望業者可以多推出平日住宿優惠方案 也呼籲消費者選擇非尖峰時段出門旅遊 讓雙方可以達到雙贏 記者老實名蔣龍翔林靖倫 台北宜蘭採訪報導